美媒political 美国的媒体 说有两个知情人士是这么说的 结束了欧洲行之后 蔡英文预计未来几周之内访美 然后就提到 到底会不会是可能美国大选 也就11月5号投票之前呢 那如果真的是她选前 到了美国 那有可能做什么呢 难道是要跟共和党川普 或川普的谁见面 还是民主党的贺锦丽呢 哇 大家就很好奇了 所以现在蔡英文 第一我要请教您的是 到底这个访美型 这个可信度高不高 是不是真的 她无风不起浪嘛 她真的要去美国吗 而且有可能是在美国的大选前吗 这个消息看起来比较特别 为什么 第一个它是美国的媒体报道 那是不是已经有在 做一些前期的接触 所以呢讯息 这个由媒体去掌握 那就我了解 这家这个媒体 它基本上是属于 比较国会系统的 那如果这个 它这个国会相关的人士 议员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议员这样的 也许有议员去邀请 或者说有些联络 但是能不能成行 我觉得第一个 不会在美国总统大选前 这是绝对可以肯定的 绝对不会在美国总统大选前 那总统大选后 是什么样的机会 比如说 会不会是扮演那种所谓的 叫做就职典礼的特使 有没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过去曾经有 我记得上一次 这个拜登的就职大典礼 我记得是派这个立法院长 那如果以赖清德性格 不可能派立法院长去 韩国瑜要去不可能 那谁会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还是一样会有国会议员去的 但是呢 我说如果到时候 因为这个就职 应该是明年一月的事情 那我觉得现在 这一波 我觉得这一波 这个时间点去讨论 也许是在帮这个暖身 我觉得这比较可信 因为如果你说在大选前 蔡英文跑去 这不符合蔡英文的逻辑 为什么是不符合她的逻辑 她一切是以美方的 这个安排为主 那美方不可能安排在美选前 她没选权 她去建民主党也不对 去建共和党也不对 有没有可能两边都建 两边都建 但是两边也尴尬 我不知道跟你讲什么 我们要选总统 所以你这样会制造这个困扰 不会啊 就是说一起来强调 对于自由民主的重视 不需要蔡英文 这个蔡英文对美国的利益来讲 她不是最重要的人 她是妻子不是妻手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操制在她的 所以我说像这样的讯息出来 应该是某一种程度 在告诉大家 蔡英文有要访美的意图 或说她有这样的意愿 那什么时候能成行 另当别论 就像九月份的时候传出 蔡英文明年想要去日本啊 为什么要那么早就要开始规划 因为有很多关节要打通 你不是今天打电话 我明天订机票就可以飞了 不是 所以像这一次 其实此行我反而觉得 让我比较讶异的 其实不是蔡英文 在欧洲的一些表现 而是王美花为什么在她旁边 这很奇怪吗 为什么 她是国防部长的夫人 她现在的职务叫做台新金的读董 她是金融业的 可是她有一个身份是我们中华民国国防部长的配偶 然后跟着卸任的元首出访 她扮演什么角色 这才是让大家觉得好奇的地方 可千万不要以为纯粹只是闺蜜呢 当然也许 也许真的他们两个很久没有一起出国了 但是 相约欧洲之旅 但是王美花她的角色是一个很特别的 所以我看到 她的身份比较敏感一点 蔡英文是毫不避讳 就是说这些照片我都可以发出去 所以我说我好奇的反而是说 她这一次去欧洲 她除了参加这个单纯的论坛活动而已吗 还是说有会见一些比较这个私下的一些行程 那其实是有一些特殊的安排 我想这个我们后续都可以继续来观察 特别因为一张照片看到了非常敏感的地方 最主要是因为看到身边呢 是蔡英文的好姐妹王美花 天天王美花身为国防部长顾立雄的夫人 显得极其敏感 难道是有另外的这个作用吗 这个马上就要请教一下我们的张将军了 将军您怎么看 因为我们的目前唯一没有升级的机队 就是幻象机队 幻象机队就是法国 你不管是达梭也好 空中巴士也好 他们的零件都在里面 MBDA 还有赛峰 赛峰做发弄机的 整整这些是不是要去谈呢 那你这样的话是不是 你看他人不就是在法国巴黎的罗浮宫前 拍的照吗 对 这些相关的你这些 如果是没有升级 那是个幻象机队是不是要做延售 那延售的话都是这个钱 金额都是一两百亿两三百亿的钱都要花进去 那这样子他是不是要过去来我们做谈判 是这样谈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拉法业 海军呢 海军拉法业是不是这些相关的后勤的后续的这些补保 补给保修这些相关的零件 组件 还有系统件 还有相关的备份件 那是不是也要 要不然的话你军队没办法动 那这些还包括它的雷达系统 还有它的战系 也包括它的这个轮机 是不是要做补给 那这个是要不要去谈 那谈的话叫法国 法国是我们在欧洲里面最大的军火所需要的 那当然美国是首当其冲 那次要的就是我们讲的法国系统 因为我们的机队里面唯一就是 有在欧洲里面就是法国的幻象机队 那偏偏在这时候我们也知道 前一阵子掉了一架 那是这个方面这些零组件 是不是要去谈什么 这要去谈 你不谈的话 那你要买哪些 你要有这个 他会告诉你 你要A餐还是B餐还是C餐 价格都是不一样 那风险都会不同 那你要选哪一些 那我们就要想到了 那你有多少钱做多少事 对 这个院老师 那您看呢 这一次蔡英文 会不会是他其实是因为这一次 本来要去英国 英国不让他去 然后呢就想要加码行程 加码自己要主动加码去美国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不过现在呢 这个分析里面 报道里面就说 如果蔡英文在没选后 跟总统就职前到美国去 那是不是可能吸引总统当选人寻求 跟他会面啊 强调美国对台的支持啦 但是川赫两边都没有回应 美国媒体想询问的要求 那你讲川普现在还在讲呢 如果是他当选的话 他还跟习近平关系好 现在中国在环台军演啊 可是啊以后他当选的话就不会这样了 但是也不讲到底是不是会美国派兵来协防台湾 贺锦丽更也是如此 到底要不要出兵也是同样避而不达 这就是美国老师 我觉得啊这个从平常 我对于民进党的这个政治人物的理解啊 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把能到美国本土上 踏上美国土地 夏威夷都好 就是一种胜利 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 这个为什么呢 所以说你刚刚问我说 蔡英文绝对是有这个意愿 但是能不能去得成是一个很大问题 那你刚刚问到 就讲说在这个大选前 能不能去的时候 因为人家没办法安排他 实际上来讲 台湾对美国来讲 就川普都讲过这句话 就说了这么大 就那个小点儿 那你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地位吧 对不对 那当然对我们来讲的话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在讨论说 美国会不会来 会不会来这边替我们打仗 我前一天跟美国来到时候 聊这个问题 因为美国当场在我面前发火 开什么玩笑 你怎么问到我这种问题的 这不可能的事情啊 我譬如说替你打仗 你们自己找的 我吓了一跳 我说我们大多数人都在指望你们来啊 那你们来说我们都不打算的 我们都和平主义者 所以说这个已经说明了一切 川普现在的讲话 我今天听到他讲这一点的时候 我真的吓了一跳 因为你要了解 他就是在批评拜登的时候呢 因为川普基本上的话呢 尤其是他的副总统范斯的时候呢 讲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观念 就是拜登目前就是在拱火 整个乌克兰那边的话也在拱火 那中东问题的话呢 那个拜登的话呢 犹豫的不得了 川普很简单 就是说乌克兰那边的话 他20小时提掉 就直接跟那个普京来了 就说你可不可以不要打了 那普京就提出他条件 那好 通通答应 然后中东那问题的时候 他全部把他干掉 就是川普的态度 所以说这个两场战争 他都觉得说可以帮忙 就话说回来 他有他的逻辑在 就是美国要同时支持两场 那是很难的 但是如果只搞一场 那美国本身来讲的话呢 支持犹太人所建立的 以色列是政治正确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情况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 我为什么害怕呢 就是说呢 万一他把对普京那套 沿用到对习近平那套 还说我们是好朋友 那这样子的话 那你想想看 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什么 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 在维持现状底下的时候 做一些 只能做不能说的事情 那这样子的话 那川普一上台的时候 讲说少来这套 我先跟大陆谈了 你们谈都不要谈 你们就等着接 就把台湾亮到一边了 他不就这个意思吗 他为什么会出现 就我上任的话呢 就不会有今天这种 联合利监2024BC的问题 那那个拜登在的时候 就会有这种问题 他就说明我们之间的不同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按照 有样 就是说是忌徒所入啊 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川普本身来讲 是希望 就是美国 就是这个 让美国更伟大 就是说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就是说他基本上的立场 就是说 美国为了管国际的事务 耽误自己太多功夫了 美国只管一国的国际事务 就是以色列 其他都不管 今天最后呢 还是要有请教官 再次的跟大家推荐 这个非常好用的产品 我自己也很喜欢 他就是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 高防晒系数的凝露 非常的清爽 而且呢 这抗紫外线 非常的有用 欢迎大家能够多多的利用 我们的中天快点购平台 来选购哦 并且还可以打 CTI 798 CTI 798 我的推荐代码 可以享有额外的折扣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坏ヒーテ Affili 属于人生 1自己前天 3 4 5